你是孔子的幸福吗 整本论语文学性极强 几乎是精炼的散文诗 文学的伟大在于某种思想过时了 某种观点荒谬错误 如果文学性强就不会消失 我常常读与我见解相反的书 只为了看取文学技巧 孔秋的言行体系我几乎都反对 言而一言以蔽之他想塑造人 却把人扭曲得不是人 所以儒家以之为帝王利用 但我重视孔秋的文学修养 上次我讲老子主要介绍他的哲学思想 当然重点还是老子的文学价值 这次讲孔子只谈论语的文学性 孔子既不足以称为哲学家 又不足以称为圣人 他是一个庸俗的高级知识分子 其在内心复杂复制 智商很高 精通文学音乐 讲究识穿 他欲望强盛种种苛求 世界满足不了他 他一定要把不可告人的东西 统统告人 所以虚伪十分精致的虚伪 识不厌精 胃不厌细 歌不正不识 君子死不免官 君子远刨除 秋穿什么皮衣 冬穿什么基衣 鸡皮 三月不做官 惶惶如也 父亲做坏事 儿子要隐瞒 骂人 诅咒等等 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心理 再广泛地印证 中国人的性格结构 将是一篇 极有意思的红文 五四打倒孔家殿 表不吉利 孔子没死 他的幽灵 就是无数中国的伪裙子 这是他 谢谢 我 bardzo 谢谢大家